再過兩週就是母親節了 除了帶辛苦的媽媽吃大餐慶祝之外 少不了應景的母親節蛋糕 也成了每家庭的儀式感 非常重要的一款之一 那麼今年的母親節蛋糕 走奢華路線的 到底有多麼浮誇呢 告訴你了 有鋪滿金箔的金絲絨蛋糕 還有玫瑰千層蛋糕 以及新型馬卡龍蛋糕 隨便一個就三千塊起跳 - 絲滑綿密的玫瑰奶油夾心 圍成一圈一圈的愛心 法國主廚細心裝點酸香的覆盆子 跟甜香的荔枝 粉嫩優雅的馬卡龍蛋糕 要讓媽媽高興一下 從外型到食材都心意滿滿的 是甜點界的碧卡索跟五星酒店 限量端出的玫瑰馬卡龍蛋糕 也觀察到今年母親節 寵愛媽媽的人不只愛買蛋糕 而且預算普遍提高 從以往的大概是幾百塊 那麼到了這五年以來 大概母親節蛋糕平均都是 介於一千到兩千左右 讓媽媽心裡甜甜 嘴巴也要甜甜 還有另一家飯店 找來日本貴婦最愛的蛋糕職人 客座鑄點 端出一層一層新鮮草莓 焦疊鮮奶油的經典蛋糕 跟開心果蛋糕 這次我們邀請了神戶的六位主廚來 從四月三十日到六月十六日來客座 主廚們特別設計了許多母親會喜歡的 一個水果風味的蛋糕 也使用日本很好的一個麵粉跟鮮奶油 讓媽媽難得奢侈一下 除了美福飯店之外 精華酒店二九八零元的新型 馬卡龍蛋糕全台獨賣 雷電玫瑰千層蛋糕九寸也是兩千九百元 最華麗的還有遠東百貨 整顆鋪滿金箔的金絲絨蛋糕 五吋三六八零元 都要用浮誇而甜蜜的方式 告訴媽媽我愛你 記者黃志杰流知特別報道